血管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要看血管流的性质 它如果是毛细血管流呢 我们一般多采用激光的方法 激光可以退红啊 可以闭锁那些增生的毛细血管 所以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再有呢就是口服心得安 口服心得安呢 它效果也是被大家认可的 但是它一旦停药的时候呢 有一部分人还会复发 这是口服药的方法 还有呢就是局部硬化疗法 一般硬化疗法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硬化剂 你像无水酒精啊 或者是一些硬化剂 是聚贵唇呀 这些都可以都可以治疗 一些慢状血管流 或者是海绵状血管流 再有呢就是手术的疗法 手术的疗法也是 有很多血管流 是必须采取手术的疗法 再结合一些其他疗法 综合的疗法治疗 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 如果您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